台灣藍樹的樹葉隨著四季變化 顏色每不生收 不過在台中就有高達一萬多棵的行道樹 是種植台灣藍樹 近來有民眾控訴說 把自己的愛車停在藍樹下 車子上被樹的枝液滴得是糊糊的一片 很像撒了膠水一樣 不僅難以清理 就怕會破壞到車子的板筋 質疑是不是市府不當修剪導致 對此建設局回憶 這一切都是昆蟲惹的禍 停在這台灣藍樹下的轎車 深色引擎蓋上滿事之意 黏糊糊一片 就像是被灑了膠水一樣 光用清水難以清理 若是放久了傷了板筋烤漆 外觀受損得花一筆錢才能夠修復 因為我是一個很愛車的人 所以如果被這樣弄到 我很不開心 台中西屯的中宮公園旁 一整排卵樹下 就是民眾投訴之意 滴在車輛板筋的地方 這裡地上沒畫紅線 沒畫收費停車格 可以免費停車 成為附近車主的最愛 愛車被滴到之意 車主也懷疑 難道是是否最近在修剪樹木 不當作業導致的 建設局解釋 跟修剪卵樹無關 都是昆蟲惹的禍 強調會加強樹木漸減 在冬季落葉期進行病蟲害防治 未來修剪樹木 也會在車輛上方做好隔離 降低制液低落的機率 記者高麗麗 記者高麗麗胡杰倫 台中報導 準備好 整體 看修剧樹木 你也會在這裡 看修剧樹木 我